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他进食四十昼夜 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同意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但还要靠什么可能众说纷纭 有的人可能会说 是诗和远方 有的可能是事业理想 有的可能是家庭朋友 耶稣告诉我们 神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才是我们活着的另一个必需品 因为人活着与否 包括着身体和灵魂 食物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 而神的话语 供应我们灵魂的需要 世上的一切都可能会变 神的话语却永不改变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愿我们可以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 不忽视我们灵魂的需要 长读经查考 将神的话语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好让我们身心灵一同成长 有活着的生命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